高角葱到底不能吃 请问一下大家 楚雄的鹿丰龙原侠农贸市场 那两次卖这种菌子的 或许每个地方对高角葱的毒性定义也不太同 在网上大部分人说呢 它是牛肝菌 但是它是高角葱是吃不成的 也有一些人表示吃过 不过我的建议呢 大家如果自己出去捡菌子 肯定是以安全为前提 如果捡到了这种高角葱 还是不要食用了 这期呢就带大家逛一下 楚雄鹿丰的野生菌市场 野生菌市场相比玉西一门的 感觉品项要差一些 但是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不过买菌子呢 肯定要自己多挑一挑看一看 有一些菌子呢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玉西一门呢 我觉得它的包山菌要多一些 整体来说品质还有品项 看着都不错 最近看到好多人也都在吐槽这个包山菌 说这个山都被包了 搞得大家都没地方去捡菌子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包山菌确实提升了 云南野生菌的总体品质 在合适的时间采收 也能让更多外甥的朋友们 吃到更高品质的云南野生菌 好了回归正题 这一期就带大家逛一下 楚雄鹿丰的野生菌市场 要逛鹿丰的野生菌市场 就不得不逛一下 这里的龙园祥农貌市场 如果周日来的话 这会更热闹一些 这边会有感慨 和其他野生菌市场相比呢 在这我见到了 一个博主分享的野生菌 十八转 年底天去捡菌呢 我们也是捡糟了一些 那个干巴菌味道 比较县 自己呢也做了一些尝尝 也拍给了玉西的朋友 看了一下这个十八转 在他们那边呢 好像叫金融菌 那每个地方呢 对这个菌子的称呼 也不太一样 像视频开头的高脚葱 有的地方呢 就叫麻红葱 还有的叫麻蛇菌 还有叫鬼打青的 不过如果大家是第一次 尝试云南的野生菌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 尝试一下这个 安全系数很高的 美味牛肝菌 这个呢 在全国各地 很多地方也有分布 在东北呢 它一般被叫做大腿膜 来到云南呢 叫它的名字也很多 有叫美味牛肝菌的 也有叫大脚菇的 不过总体来说 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它的价格呢 从30块左右一公斤 到60块左右一公斤 不一样品质的菌子 肯定价格都不同了 在陆丰这边呢 大家可以去寻找 自己偏好的菌子 价格呢 多少还是可以讲点的 这个市场呢 也是分收购区 还有零售区的 这个市场的后边呢 还有个棚子 基本上就是收购区了 一直到加油站附近 都有好多车在这收菌的 好多车在这边